剛結束的歐洲理事會領袖高峰會 雖然會前傳出波蘭憲法法院 以為規覽波蘭憲法為由 挑戰歐洲憲法的正當性 引發了不少會員國的憤怒 但是在全球性的能源價格上揚 以及別半球冬天即將來臨之下 如何因應俄羅斯有意增量供應天然氣 以換取歐盟同意 開通所謂的北溪二號管線 仍然是這次峰會的主要議題 即將卸任的梅克爾 最後一次以德國總理身份出席歐盟峰會 讓會場看起來像是梅克爾的畢業典禮 不過該面對的嚴肅議題還是得面對 波蘭憲法法院日前由多數法官表決裁定 反對依歐洲憲法第一條款 將波蘭的司法主權讓渡給歐盟 也就是反對把波蘭司法審判的終審權利 交給設在盧森堡的歐盟法庭 軍管本屆峰會的議題 早在波蘭的裁定出路前就定案 但不少西歐會員國對事件的發展相當憤怒 要求與會各國把波蘭問題緊急列入討論 不過各國最念資在資的 還是天然氣價格飆漲 與俄羅斯要求開通北溪二號管線 畢竟各國政府與民眾的荷包 才是最實在的問題 針對全球能源價格上揚 供應歐洲相當比例天然氣需求的俄羅斯 具有關鍵的地位 為了避開有過價格爭議 後來又爆發軍事衝突的烏克蘭 俄方設計了從波羅的海直通西歐的路線 北溪一號 並在日前完工延伸範圍的北溪二號 俄羅斯敦促歐洲各國 特別是居於領導地位的德國 能同意與以開通 根據估計 開通後每年俄羅斯 是往歐盟國家的天然氣 有超過一成 可以從北溪一號與二號直通各國 但俄方的提議遇到不小的反對力量 它很明顯 這策劃必須是 投資深入清新的能量 因為這是能量的能量 因為它在歐洲製造成的 而且它是未來的 除了以環保為訴求 反對增量採購俄羅斯的天然氣 部署於歐盟的美國 和等著加入的烏克蘭 則認為俄羅斯推銷 北溪一二號管線是別有居心 目的是要西歐加重對俄方能源的依賴 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